做泡椒竟然还要用生鱼来腌制 难道这就是无形之鱼的奥秘 那么这鱼辣椒又是如何腌制的呢 你今天是对着我们的摄像机 愿意把自己的宝贝秘密都公开了 是不是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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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坛子拿过来 我们来开始了 在坛内加入高粱酒 红糖和牢骚搅拌均匀 接下来制作泡椒的重要道具就派上用场了 接下来就要开始放我们的鱼了 活鱼直接放这坛子里 对啊 这个活鱼下去它才能跟这个泡椒碰撞 才能让它这个鱼的鲜味渗透到那个泡椒里面 所以泡鱼辣子的意思是得把活鱼放在里面 必须活鱼 接着再加入鲜红的二斤条 层层堆叠直到坛口压紧排出空气 为了让泡椒的味道更加醇厚 还需要再加入鲜活鲫鱼音质 让两种食材的鲜味互相融合 咱们这鱼放在这个缸里边需要放多久呢 要放两个月 两个月 对啊 它必须和那个泡椒在一起充分地融合呀 因为鱼跟泡椒这样融合在一起 它能产生一种鱼香味 我算是找到答案了啊 咱们这个无形之鱼其实就是这个泡椒 制作好的鱼辣椒还需要再经过最后的发酵 在微生物的辛勤劳作下赋予了辣椒新的活力 鱼的鲜味混合了辣椒的辛辣 神奇地产生了一种极致又复杂的味道 成为万州烤鱼引以自豪的灵魂蜜料 人家现在这个材料准备了这么多啊 调料也都一应俱全了 那接下来这烤鱼到底该怎么做 我们万州烤鱼一般都是用的鲤鱼 第一除腥味它是很重要的 烟鱼之前我们要调一下我们特制的烟鱼水 这个是花椒 干辣椒段 洋葱 生姜 柠檬片 这大葱 薄荷叶 我觉得下去的这一刻 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烟鱼水里的 香味失意了 为了让烟鱼水的香味完全渗进鱼肉里 还要给鱼来个全身按摩 渐渐地鱼肉肉质变得松软 这些复合型香味的特制烟鱼水 也赋予了鱼肉复杂的味道